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感謝各位齁 等了那麼久 就是為了這個直播 基本上 我要講的東西 很簡單 從過年前就一直發生很多事情 到現在 從跟協會講完直播 又出現了這個 出現了這個 我一樣俗稱叫A先生跟B小姐好了 因為 現在人不知道為什麼 動不動就要告 就要截圖 所以你們待會留言的人麻煩注意一下 不要留一些奇怪的 就是看就好了 什麼 塑膠來塑膠去 然後改造的來 有的沒有這些東西 我盡量不要說出 他們兩個人的名字 所以我用A先生跟B小姐 來俗稱 因為我怕在直播上講出這個名字 你們待會留言 又留到一些 不好的 然後你會被截圖 然後你們又被告 我其實一直不想出來 講這些話 其實我也忍很久 我今天PO了這些照片 其實在 算初三 因為我除夕初一初二都上班 我初三才放假 我到了初三 等於是初二下班 我就開夜車回到 回去雲林 開到半路我就看到我師父一直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也像他直播講的 對那個真的是我打的 我跟我的師父道歉 我跟我的師父說不好意思 因為這兩個人是我栽培出來的 那 當初的不懂事 導致現在又幫他們扯回話題 然後讓師父你在過年這期間 還那麼生氣 請師父保重身體 不要再為了這些人 不要再為了這兩個人 又在吵這個東西 那 我今天會把所有從頭到尾 除了 除了 你在建工 你怎麼離職的這部分 我真的不太怎麼曉得 所以這部分我不會去理你 但 你講的 只要針對我公司也好 這我一定要出來反駁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 我覺得冷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齁 我常講 飲水思源 莫忘初衷 齁 這種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講 齁 我就從最開始 齁 齁 從你們進來公司 齁 那 你們從進來公司 你們很認真在做事 這個東西我一定要先講 我 我跟你們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今天不會一直講 你們的不好 也不會一直講不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我們就是要講 不好的地方 你也要講 可是你們 開了這麼多的YouTube直播 你們永遠只講壞的 那 你怎麼不講好的 你怎麼不講好的 那 壞的 你們一直講講講講講 這樣 我一開始真的不太怎麼想你 因為我覺得 只有一個人出來 出來講 只有B小姐出來再講 那我今天會受不了 這些照片 我那天開夜車 到雲林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五點 五點 我沒睡 而且我也不敢 老婆知道 我就在房間很暗的房間 然後用著手機 把那些照片找出來 你知道那些照片已經多久了嗎 那些照片已經 2015、2016 你要多久 我早安 隔天早上起來 我一直流眼淚 流不停 我整個眼睛 因為很腫 因為開夜車嘛 然後又要找這些資料 整個眼睛一直流眼淚 流眼淚 隔天早上也是沒辦法睡 我就為了這些事 我就覺得 好 我就在等 等待另外一個A先生 你只要出來講話 我就要出來講 為什麼 原本 One by One 你跟我館長在那邊站 那我想說好 那旁人 我們就盡量少講話 那 到了 昨天 到昨天 你也願意出來發 但是 我個人 覺得你講過的口氣 真的不要那麼差 好歹 好歹 他以前也是你的老闆 他也是你的老闆 他有對你不好過嗎 沒有 那你今天為了你的女朋友 出來 講這件事情 我 大約能知道你的感受 但 我要給你一個建議 如果今天我是你 我是你 我會試著說服在中間 反正 你們都提告了嘛 你們既然都提告了 那什麼事就去法律見 法律會自然給你一個公平的 證據嘛 真的是我們錯 那 法官那邊一定會判一個決定 讓你覺得 喔 歡迎一個清白 那 如果我今天是你男朋友 我就會覺得說 不要去讚 讚這個東西 為什麼 我一直不想開直播 為什麼 這個東西真的不是一個好 很多人上來進來 只是在看戲 在看 喔 看你們公司 跟這個人 這對我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情 我不喜歡這樣子 因為 這個東西一直播下去 每個人看笑話的人 真的 比較多 那你們這樣一直在 你覺得 你要賺點閱率也好 那都是你家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在經營那個東西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要到怎麼去 怎麼經營 但 你要為了 你一直說啊 我不是要靠館長紅 我不是要靠誰紅 那你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 你一直在直播 一直在用 一直在幹嘛 對不對 你們一直講 喔 館粉啊 都會去攻擊你的粉絲 有的去我們那邊留言 有的沒有的 那你不要理會嘛 那相對的嘛 館粉講話都怎樣怎樣怎樣 那 我這兩天也花了時間 去看你的YouTube 那下面留言 其實也是一樣啊 你說 你的 你的聊天室 講話的人就比較正直嘛 你聊天室講話就比較好嘛 也是一樣 有的人講話酸嘛 講這些東西 有的沒有的 一樣的意思嘛 館粉 會講話那麼多 是因為 老闆的 不好意思 粉絲真的就比你多好幾萬倍 說幾倍我也不知道 那 這麼多人講話上 會不會有 奇怪的東西 那 這些話是 請問是館長說 欸那個誰誰誰 去跟他留言跟他批判 沒有 完全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那你一直說 阿 講話喔 館粉講話都啥小啥小的 沒有就是 就很難聽幹嘛 我去那邊看留言 也是有人這樣講嘛 一樣的意思嘛 那你為何要 一直讚 但後來我覺得 你覺得這個東西在讚 你讚 好就算你讚贏了 看一下話可能真的很多 你反而真的會反而 我個人認為 覺得這個比較 會丟臉 你懂嗎 我今天寧願我出來開直播 是用正 正這樣的方式 譬如說我出來教學 把人家的很好 人家有照我們的影片去做 人家有成功的 這種東西 這才是正面的 你用這些方式在講西 這叫負面 負面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覺得會比較好嗎 我個人認為真的沒有比較好 齁 那 我要出來講 我並沒有要偏袒誰 但我要為了我公司的權利 我今天是一間公司的經理 你有一些話 已經講到 讓我覺得受不了 你已經直接傷害到我公司 那我代表陳吉思安的經理 我一定出來要講這句話 我沒有辦法用打文字 打耳這麼久 因為我沒什麼讀書 我這個人從以前出社到現在 我就覺得 誰對我有恩我就要抱 我不會 有的時候會閃避 是因為太苦 真的沒辦法 不敢面對 但等我 成功了以後 我一向一向都會去面對這些東西 好 從一開始 你來公司 對 我先講他們工作上 做事上 真的都 很好 我沒有說不好 從以前直播 誰問到他 我都說 A先生 他做事真的是可行 沒有不好 所以 我當初提拔你起來 我也覺得 你真的是有辦法這樣做 哪知道遇到了B小姐 遇到B小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人就會變這樣子 變這樣子 那 你一直說 你來公司 都沒有教你什麼東西 你還打了B小姐還打了一篇很長一篇說 我全集找那個誰誰誰 然後找那個誰誰誰 那個找那個誰誰誰 我就看到你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好沒關係 我就去把照片找出來 我跟你講 裡面有三張照片 都是 當初 當初來幫我們 上研習課程的教官 傳給我的 因為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所以你看 人家為什麼願意把照片傳給我 這個東西 就很直接證明 人家也是在覺得說 你今天 你要出來工作 你要賺錢 我沒有意見 但 做人真的不要 忘本 不要覺得說 你當初來公司 你說你的清潔打掃 時間很長 什麼2點就上班 然後回到家裡2點 然後怎樣 你走路什麼時候 回到家5分鐘 對因為你住我家 我家那時候住在清潔管後面 對 好 你說我們都沒有教 從培訓進來 最早期的培訓所有課程 都是我在處理 我當初也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我花了很多錢 我去學怪獸訓練的課程 我去上個3級 有的沒有這些東西 當初培訓的東西 而那時候3年前 講實在有什麼 什麼矯正課程 有什麼 什麼 像現在的課程很多 比如說你要靠呼吸訓練 你要靠什麼狐靈 你要靠什麼放鬆 琵琶這些東西 真的都沒有 最早期 最早期的 症照 就像α 然後 再來就是 再慢慢才引進 什麼 NSCA 反正就是這些 奇怪的東西出來 那時候 最好使用的方式 在健身上最能使用的方式 就是功能性訓練的東西 所以我們上課 你說我沒有教 然後再來 還有打格鬥 也沒有教嗎 最基本的拳腳 你說我們都沒有教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講話 都只講別人要聽的 你怎麼只講別人要聽的 你怎麼都不講一些 讓人家覺得說 我今天 你今天要講嘛 你要像我一樣 我從進來公司 我學校 不是我今天公司 清潔打掃八小時 我兩點上班 然後到了 半夜下班都兩點 然後請問一下 都沒有教東西 你講的話也真的要 嘖 要自己拿捏一下 而並不是覺得說 喔你 嘖 一句話就打了 打斷了所有東西 就是來陳吉思汗培訓教練 就是清潔打掃 我 叫陳吉思汗 進化綜合格鬥中心 綜合格鬥中心 我不是陳吉思汗清潔隊 我不是陳吉思汗 政府清潔單位 我不是教你七步雷掃路腳弄便室 都沒有耶 這全部從一開始 你進來應徵 所有東西培訓 大家都是講 大家都有在講 那你今天願意留下來 齁 你今天願意留下來 那你就受得了這些苦嘛 對啦 你就覺得說 我沒有說誰 我沒有說誰 我覺得不用在那邊演這個 有的沒有的東西啦 你講這些話 對我來講 你只是在 把一些你不想講的東西 蓋住嘛 對不對 你說好 你的格鬥是找誰學學學 那個以前是我們新莊館的會員 我知道他 他現在自己開健身榜 好像是什麼 反正什麼格鬥 我不知道啊 忘記了啦 沒有時間去理那麼多 我現在不是要怪他 我是真的不記得 你進來的時候 也要打格鬥 也要學重訓 所以 所以你要 我們都沒有教嗎 最基本的拳腳都沒有教嗎 對不對 最基本的拳腳都沒有教嗎 我都不相信 我有PO一張建立的照片 是跟黃龍心合照 你去看裡面有多少人打格鬥 他到現在還是在打格鬥 有多少人在打格鬥 懂了嗎 你說沒有教嗎 每個人都有在教 但 你就一上場 你就不敢打 因為你打拳打靶 都可以很好 一上場 啪 你就丟給你都不敢打 我也想說 那 怎麼辦 那我也是努力教育 我說不然你去打沙包 學會去散沙包去打 打久就會打 因為沒辦法 你私教課 你要多賺錢 那你就是 一定要生避章 這每個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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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說沒有教好 你就找他學 好 那算了 我講了 那你有沒有學 大家都知道 裡面 我PO了 很多裡面 你可以去問 有些搞不好你們都認識 你去問真的沒有教嗎 真的沒有教嗎 你講話真的不要這樣子 講話真的不要這樣子 好 再來 你說 第二個好像是舉重吧 好 我再打你的臉 我PO了一張照片 是Ruby老師 因為我真的 那也是為他的 送給他 我真的 也找不到正面合照 這些東西 當初我們請Ruby老師 現在就是現在 黃龍心的老婆 他也是舉重敵的 那我們也請他來教 你也在裡面學 大家有沒有看到照片 你有沒有學 你有沒有學 你也是有學 你也是有學 所以你跟我說 你舉重是對啦 你那個是你在離職後 離職後 你自己去舉重人 舉重人找那個老師 找那個前輩去上課 那你要把話講清楚 什麼東西你都沒有學 然後我就PO照片給你看 你有沒有學 舉重請Ruby老師來 教我有沒有學 有嘛 所以我 我 講完了 那好 舉重你早被認學 對也不是我們教的 好再來下一個 我記得是建立 反正我忘記什麼 我沒去看 我看過就建立 好 你說你建立是找黃龍心學 對 你確實有去找黃龍心學 但我跟你講 我們公司也有請黃龍心來教你 而且兩次 兩次 一次在新莊本館 一次在 我們盧州的VIP館 你兩次都有上課 那 你說 我們公司沒教嗎 這錢是你出的嗎 不是吧 你上面還講那些國手 說 你找國手上課 這麼剛好 我們請來上演習課也是國手 這麼剛好也是同一個人 那 對啦 我知道你有花錢去找 因為當初你花錢去找他上課的時候 我有跟你講 我說我們自己就有在教 我們可以先幫你學好這些東西 然後你還想 喔你進步了二三十公斤 然後怎樣怎樣 喔對阿都很好 好 再來 建立也完了喔 那有沒有照片都有嘛 有完了嗎 再來我記得一個好像是健美 你PO健美 健美 我也PO了 那應該知道他是誰吧 那我先跟田哥跟那個女神說一件抱歉 我沒有禁貨你們的允許 我就拿你們的照片來用 但我覺得我可以用 是因為當初是我們公司花錢 請兩位國手來公司開演習課程 所以 我也是從你們那邊拿的 所以田哥跟女神我告訴你 很抱歉 我也請了國手 田哥 跟女神來上健美課 你也有上嗎 你也有上嗎 好 我講實在 是 現在我們公司常在推廣的四大東西 格鬥 健力 舉重 健美 基本上我們公司都有交的 你們說沒有嘛 你也直接打 喔那個是那個什麼 什麼媽媽 我想說 然後你一開始 你也打了田哥出來 那 我也看到田哥在發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田哥在說你 我也不想去管 可是我後來發現 你有把田哥的部分刪掉了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人家不願意讓你的名字 讓他的名字打在你的粉絲專區裡面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很實在面的問題 因為他們也覺得 這個東西你怎麼會變成這樣講 你不要忘記 我跟你講 你當初請這個 請這個國手來上 反正一天 六到八個小時 就是一萬五 一萬五 不多不少 對 好 我知道我這樣一講完 你一定會不會扯到 當初的制度是怎樣怎樣 好 我把制度全部都講給你們聽 你覺得我們公司這樣有做錯 那我也認了 我們當初請國手來上課 我們有千里份 你未達在公司任職半年 你需自費這筆 這筆錢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當初我們 來培訓有錢給人家 我們那時候制度一直在改 你來培訓可能有錢 拿來培訓沒有錢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 有的人 他就來學習 為什麼他就來學 我可以領薪水 又可以學到東西 然後學一學就說 沒有我家裡有事 我要回家幫忙 然後我媽生病 我要回家幫忙 我們老爸怎樣 我們阿公怎樣 我們阿嬤怎樣 需要我回去 好 這些都是藉口 都是理由 那我們當初也講說 好算了就是這樣子 然後 所以我們才會訂下一個規定說 喔 你今天 要上這個研習課程 因為課程是強制一定要上 為什麼 因為這是幫助你 這公司 公司 另外花費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訂出這個條例 我覺得是合理阿 我覺得沒有不合理阿 為什麼 我今天公司先出錢 那你們任職半年後 任職半年後 你們就不需要付這一筆錢阿 但你們可能會覺得 你們兩個一定會 當初我離職你有跟我收這錢阿 因為你為他半年阿 不能怪我阿 那是我叫你離職了嗎 是我叫你離職了嗎 是我叫你離職 不是嘛 是我叫你不是我叫你離職 所以你必須付這一筆費用 所以很簡單嘛 所以你今天要講的 我也都講了嘛 你覺得 研習課程那不算阿 我當初離職的時候 你有給我收取這一筆費用阿 那是我叫你離職嗎 不是喔 所以這個東西 不能怪在於說 這筆錢也是我自己付的阿 所以算是我自己去請國手 那是不同的東西喔 那是不同的東西喔 先講清楚了 所以 我把你們會講的話 什麼東西我也都講 所以你今天 你一直說 公司都沒有教你什麼東西阿 也在情節打掃這些東西 我相信我這個直播裡面 我剛才看到有幾個 也是我們自己的離職教練 也都進來看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我剛才講了一句話 你說當初 格鬥都沒有人教他的時候 你們相信嗎 你們相信嗎 所以 講話不要說只講 講話都不要只講 你們自己喜歡聽的話 你們 你們要 你們要出來當自由教練 要幹嘛 我們真的無所謂 自由教練我認識也很多 齁 那大家 每個人用的方式不一樣 你今天 要用這種方式出來面對 你就要能 接受這個東西 再來是 好 這樣 我把培訓的部分講完了吧 齁 就是你說 我們公司都沒教嘛 好沒教嘛 那我講完了嘛 我今天都破了照片給大家看了嘛 有沒有教 我還沒講到我教你的部分 我都還沒講到我教你的部分 我只講 公司 請來的這些國手 真的這麼剛好 也都是你上面打的 除了 除了那個叉叉媽媽 齁 不是我們請而已 齁 那 田哥跟 跟女神 你也把他刪掉了嘛 你後來也把他刪掉了嘛 對 我有去看了 我今天又看了一次 因為我怕我講錯 所以 格鬥 健美 健力 舉重 沒有 我們真的都有請 國手 來教我們 我後期的就更不用講 我後期是直接 直接跟他買課 齁 齁 那就不用講 所以 你講話要講成這樣子 你怎麼沒有去想說 當初我們有請到這些人來幫你上課 我不知道是你覺得 忘記了 齁還是你覺得 那個當初離職我有付錢啦 所以我也講了嘛 你認識未達半年 你就必須 去付出 這筆費用 為什麼 我哪知道 你會不會是真的 想要來公司 把東西學一學就走 我為了保護我公司自己嘛 所以我總不能 總不能說 喔 因為我都免費 我不是慈善企業 我不是成吉思汗 什麼紅石智慧 成吉思汗什麼 救難協會 成吉思汗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有的沒的協會 如果大家都有事 那我們全部拿錢出去 我們賺的就全部 告白 告賽就好了 好 好 再來講 你在公司任職這麼久 我講難聽 我真的沒有虧待你任何多東西 我承認我到後期 我到後期 對你的冷淡 所以我今天也跟你一次講清楚 為何我會這樣做 你進來的公司 什麼東西 都很優秀 什麼東西都有 你做事很認真 所以我一直跟師傅說 他真的可以 提拔他 因為其實 有些人也都是認同 所以我覺得他可行 做事上他真的都可行 什麼都可行 我覺得沒有不行 所以我覺得 A先生他真的是一個人才 是個人才 但 遇到B小姐 變成這樣 我真的也傻眼 我真的傻眼 其實 我講一個最 最 比較快的東西 就是當初 三重館要開 三重館要開 我都跟他們兩個商量 我說你們兩個都不要過去三重 要嘛就一個過去 那 為什麼基米過去三重 因為他領子比較老嘛 那你過去 然後可以的話 你可能就以後當成店長 那就去那邊做 那 B小姐 我說你不要去三重 我說你留在新莊 當初新莊 女生很少 那也想再給女生主管 我說你留在新莊 你在新莊 你慢慢做 你把它賣好 然後你 慢慢接一些管理的東西 慢慢把它做好 做好以後 把你生起來當主管 你就可以在新莊館當主管 這樣你們一個在三重當主管 一個在新莊就可以當主管 你這樣當主管上去 薪水才領得多 你們 才有辦法生活 我這樣講 他們一開始可以接受 過沒幾天 A先生突然在家 突然跑出來跟我說 我可不可以帶B小姐一起去三重管 其實我當下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心裡在想 那 完蛋了 完蛋 完蛋 因為我當初也花了很多時間 跟他們講這些事情 那 我講了嘛 那他又來跟我提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應該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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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大約能知道往後要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覺得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因為我該講的也講了 我該做的也做了 我說 你們一個去三重 一個去 一個留在新莊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去到三重 然後 其實那時候他們也慢慢的就 要搬 搬出我住的地方 所以我也沒有 沒有講什麼 因為我往後大約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我真的也不去多想 所以 A先生 直接跟我講一句話 說他要搬出去 因為他說 B小姐 B小姐跟主管住在一起壓力很大 然後我說 喔 好 那你當初跟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 我心裡第一個想法就是 你現在就是要跟我切割了 好啊 那你切割大家都來切割了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 我就不太愛 管他們的事情 然後 反正就是公私公辦了 也 並不是說不管他 是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公私公辦了 因為我聽到這句話 我聽了兩次 一下說 一下說 好 我說一個三重當主管 一個新裝留著 繼續當主管 我相信我講這句話 我真的沒有好笑 而且 蔣實在那時候 在他們來公司的時候 我對他們的好 真的很多人 其實 都看在眼裡 我知道那時候 很多人也堵攔過 很多主管 員工也好 你都對他們兩個那麼好 你都對他們怎樣怎樣 但是我永遠只說一句話 他們如果真的有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 我可以提拔 所以我也提拔 所以其他人也閉嘴 好 那我也提拔 然後我的想法很簡單 你們一個在三重 一個在新裝 兩個都當上主管以後 你們都騙了管理權 管理權 你們是不是可以 管更多東西 然後薪水也跟著提高 就不需要上課 上那麼辛苦 因為那時候 福利也算不錯 抽成 只要私教課達標 就一個人抽五塊 實風計 反正 隨便一個月零 都可以多零三四萬塊 不用上課 不用上課 我講的是不用上課 不包含你自己上課 就可以多零兩三萬 所以那時候 A先生的薪水 一個月可以打十幾萬 一半是他還上課 那 他 格鬥那時候 不太會打 可是我說 你要敢打 你只要敢打 你只要敢打 我就幫你升 你只要敢打 我就幫你升 所以他一路升到後來 一堂課抽七百塊 私教課一堂課七百塊 挺好囉 你不管 我們不用像 早期啦 不用像 那種連鎖健身房說 你要賣到幾十萬 你直接再抽多少 我們不用齁 真的不用齁 我們就是 一堂課 你賣十堂課 我一堂課是給你三百 所以那時候 我說 你就忍耐一下 就幾分鐘 你用怕怕的沒關係 你就敢打 我就 我就 所以 把他升起來 然後又把他升當主任 那 薪水整個砰砰砰 一直高上去 那我也想說 這樣夠他們生活 應該不錯了 然後 所以我才想說 那 把B小姐也留在新莊當主管 那這樣是不是會更 兩個薪水就會 差不多一樣高 就不會一個這麼高 一個這麼高 一個這麼低 那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過好的生活 那 當初 公司也在進步 開了三重館 很多東西都要用 我也想帶了他們 然後這樣慢慢的 把公司說 什麼東西做改變 所以我當初 我也常講 公司剛炒創起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 大家努力 需要一直去改變去用 只要我們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都是可以這樣去做 哪知道 受不了 好一走 我跟你講我真的一走 我被 被師父罵到臭頭 其實 我覺得很多人 也在看笑話 啊 當初我對這兩個這麼好 啊 他們也是走了 然後 我真的一直被館長罵 一直幹 我 那時候真的也很想哭 因為回到家我覺得 瞬間 就瞬間好像 投資生意失敗有沒有 幹你真的是 我真的回到家 我就一直喝酒 我一直想一直喝酒 我說今天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我到後期 可能我也覺得說 到後期我可能 你們在處理東西 我也不太愛你的東西 不是我不太愛你 你是公司越請越多人 那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做到這個職位 我們慢慢的就是改變 沒有辦法像以前 呵呵 沒有辦法像以前 可能都還有新窗管 這部桌管 可能什麼事都還可以不用 那麼的講究 但三窗管出來了 很多東西 你必須要去改變 不需要去成長 這都是過渡期啊 這都是過渡期啊 齁 你看 我們到現在 到相片裡 你看相片 你看那個 有花弄性那張相片裡面的主管 到現在有幾個還留著 這些當初也是一樣 都是這樣過來的 而且 當初這些人 我根本沒有去提拔他們 所以 我一直覺得說 你們到了現在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講人講什麼 我一直在講 為什麼要飲水思源 你們都真的只講 你們自己想要聽的東西 你一直 一直在說 喔好 針對上好 反正 這個就是過程嘛 我從他進來 到他 到公司 我提拔他 到他們搬出去 你真的 我這樣講好了啦 換作是各位呢 你們 你們 你們跟他唐豬在一起 他自己也對他很好 幫他們提拔起來 那 你今天要搬出去住 你就算要騙我也好 你就算呼嚨我也好 可是你直接跟我說 喔 B小姐因為覺得 喔 跟主管住壓力很大 跟主管住在一起 壓力很大 聽好了 跟 主管 住 壓力很大 那 你講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 你就是幫我當主管了嘛 當外人了嘛 當外人了嘛 好 那我就覺得 好 你既然還敢講這句話 沒關係 就這樣 那待公司以後 我能幫你我就幫你 不能幫你 我就照公司規定走嘛 因為我也盡力了嘛 我幫你提拔他當主任了嘛 一個月 你那麼多錢的 那 你為了一個B小姐 好 你講這句話 我講這 聊天室的你們 如果你今天是你 你們會 做何感想 我第一個感想 哇靠 你現在是 覺得我變嚴格了 然後你就他媽的 覺得 喔我這樣 就是要跟你翻臉 或是幹嘛 並沒有 放假以後 一樣開開心 吃東西一樣開開心心 可是上班 我必須 我必須換一個角色 因為我真的是主管 我真的是主管 我總不能上班 還對你這麼好 然後 然後 我還幫你 但是我對別人怎麼交代 我那時候 好像已經當成 當成 當經理了 我總不能還面對一個 喔 還照以前 不是阿 三三餐館開了 遠空也請了 那時候三餐館 來培訓教練三四十個耶 我總不然還這樣子 不是阿 大家都要成長阿 有些事必須要改變嘛 我們自己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私下回家 我們講個不是 你這樣等於是 把公事跟私事 全部人在做這些事情 那你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吧 那 那我知道 我大約 你們再來要幹嘛 我大約人了解 所以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說 那 這兩個應該 早晚會離職為何 因為 一個在三重嘛 一個在新莊嘛 那 那 可能A先生怕B小姐在 心中管被人家欺負或是幹嘛 好 那 算了 那 所以整個事情 就先到這裡嘛 好 那 再來 所以 那後來我也覺得 算了就是這樣子 到後來 你要離職 一開始是B小姐說要離職嘛 那 師父也一樣真的叫他去辦公室 然後去跟他講 我的心裡就在想 一個老闆 鼎鼎的一個老闆 他大可以 你要離職 他不需要理你 然後你就 你要離職 走走走 走 就走吧 可是沒有 他還把他叫去辦公室 好好的跟他講 你想要不要離職 沒有 我就不想打革鬥啦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 你沒有必要這樣子吧 你今天如果 我叫你進來 你對我這樣子 我還可以忍受 因為我是主管 可是今天是老闆 你所有的薪水 你所有的 什麼東西 都是由這個老闆的創作出來 才有你耶 你 你口氣可以不要那麼差嘛 你講話 講到沒有必要這樣子吧 我會覺得 我那時候就很賭人 我會覺得你幹嘛要這樣 你不想做 你不要做嘛 你為什麼不要做嘛 那 你是不是已經叫出你 叫你進去跟你講 好啦 你啊這樣批吧 我去講我去幹嘛 這真的都是事實啊 那你為何要這樣子 你好歹他也是老闆 你沒有必要這麼的囂張吧 對不對 你可以進去說 不好意思 就編個理由也好 什麼也好 但是 大家好聚好善嘛 懂了吧 就是好聚好善 為什麼 健身業 真的沒有到很大 健身產業真的就這麼小 好 然後 好 過沒多久 我有一天 突然人家生產業 好像還在預售啦 我一過去 大家 每個主管臉色都很 很難看 你知道嗎 三重的每個主管臉色都很難看 我 我心裡想說 哇靠發生什麼事 好 結果一進去 然後我忘記誰 反正那個很久了 跟我說 喔經理不做了 我說 喔 我當下的反應就是 喔 好啊 不做就不要做 然後每個人都驚訝到說 我怎麼這樣講 我心裡也想 終於有一天會來嘛 所以我早就已經心裡準備 好 然後 我就問他們說 阿 你們 他有說他為何不做 這一句話挺好 感覺不對了 他的離職原因就是 感覺不對了 感覺不對了 講三次 這是離職原因 感覺不對了 很好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徹底清醒 感覺不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感覺不對 喔 什麼叫做感覺不對 你今天 一句話拍拍屁股就可以走 那我們收拾散後的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去想過 你的一句話 媽的 喔 我就感覺不對 感覺不對 對 真的 你覺得 這是一個 你來公司這麼長久的時間 真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 你的一句話 感覺不對 我要離職 齁 很好 這是 這是出社會的人 出社會的人 講這句話 對嗎 你們覺得對嗎 懂了嗎 什麼叫做感覺不對 或許這是對我講 好嗎 或許對公司講 感覺不對了 就這樣 就這樣有離職 離職的講實在 對啦 你有傳諷訊給我說 對不起 感謝一下 不會揮了你一句話 今天 你會這樣做 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不會怪你 我不會怪你 但 你的女朋友 對館長這種態度 我無法原諒 這個人我無法原諒 你懂了嗎 我覺得 這東西真的 可能你們出社會真的很少 我從16歲半就出來工作到現在 我能了解 當老闆的苦 當老闆的不舒服 我也自己開過摩托車店 我能知道說 這東西真的不好經營 所以 做了 真的 你出外社會 你今天有辦法這個地步 真的以為你自己 很強 你知道辦法達到這樣子嗎 你真的是因為自己很強 你覺得自己無敵 你覺得我什麼都可以 而能達到這樣子嗎 你從出社會 踏出來的第一步 從幫助過你的人也好 從照顧過你的也好 從你以前職場的老闆也好 職場的朋友也好 這些人對你都沒有幫助 所以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你們總是 自以為是覺得這樣子 對啦 你們都沒說 可是你們的一些話語 跟一些表出來的態度 就讓我覺得 你們為何要這樣子做 再來 你說 當初 B小姐在公司被騷擾 我聽到第一件事情 我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就趕快去 我就趕快去 想一下 欸 當初 處理的 處理的主管是誰 然後 她也提醒我了 我一件事 她說是一個女主管 然後我就知道了 然後我就 喔好 我跟你講 我就馬上私訊她 那是誰我真的 不要再講 我做事很簡單 我不用牽扯那麼多人進來 我就直接跟你講 對與錯 你們都是好友 你可以去問 好不好 你們都是好友 你們可以去問 然後 新年快樂 不好意思 大過年來吵你 我說 當初那個B小姐 被騷擾事件 是你處理的嗎 因為 我也知道是她 我就問她 是你處理的嗎 然後 你知道她回我什麼嗎 她說 蛤 我忘記了耶 我忘記了耶 我說 喔好 我說那 你可能老了 然後 我就心裡想 你不可能會忘記 絕對不可能忘記 那 這個人為什麼不想講 我知道她可能也在保護你 也在保護她自己 因為她可能不想沾這個風 那 她會怎麼想 我也不知道 她會怎麼想 我也不知道 可是 真的沒有幫你處理嗎 你 當初一直講 然後她也去幫你處理 然後 A先生 你在那個Youtube直播 就拿那個Line的簡訊 就結那一小結 人家當初也去約你見面 談的事 你怎麼不講清楚 你只講Line上面的東西 當初跟你一對一見面談的時候 你怎麼 把這些事情 喔我啊 當初那個誰有招去談啊 有一天有跟我講 好那又去關心誰誰誰啊 你怎麼不講 你只拿個Line 或可能發個幾句 幾句文章 就拿這個來覺得說 我們公司都沒有在幫你處理這個東西 什麼叫做沒有處理 當初人家有沒有去跟你談說 人家怎麼樣 人家客訴了嘛 打電話來 然後 會員也覺得 突然 覺得 打過去嘛 會員態度就覺得說 欸 我怎麼突然這麼莫名其妙被 被控訴我性騷了 或是怎樣 好 那 後續的處理事情 變成我真的也忘記了 齁 那 我記得 對啦 好像轉家電也轉掉了嘛 還是怎麼樣我也不管啦 我忘記那時候不是我處理的嘛 到了為了這個事情 那個主管 也去下達所有命令說 去把這個規則 就是讓學員知道一下 讓 會員也知道一下 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要盡量尋常也好 幹嘛去看 也好 都有去做 不是沒有 也有幫你處理 不是沒有處理 被你一講 講的好像就是 你今天在成績上被騷擾 沒有一個人跳出來幫你處理 那 我一直在想 你的沒有處理的東西 可能就認為 好 你今天A先生出來幫你B小姐 講這件事情 你覺得B小姐是你女朋友 那 你覺得我今天是主管 我的女朋友在公司被欺負的時候 你們應該是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請問是 我要 把這個會員打到 誒先生 請問 你騷擾我們 逼教練是不是 逼教練是不是 你媽的 你這騷擾殺小 我拿你現在來公司 我幫你開除會籍 然後我幫你什麼東西退掉 然後你給我滾 不是這樣做 今天公司遇到事情 講求的是證據 講求證據 當初他們去查 查的跟上課互動也都很正常 也沒有讓你講的說 莫尼大盒幹嘛 那 處理完畢 那會員一樣講 那我們能做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你們就不要再聯絡了 是不是從中間把你們做隔離 或是幹嘛 不要再聯絡 這是處理 因為我沒有很正確 你有拍照給我說 他 騷擾你怎麼 也都沒有 那 你今天 可能覺得說 我們處理方式很 你應該是說 你覺得我們處理方式是錯 但你不能說 我們沒有 沒有去處理 可是你說錯 我又覺得 不是錯啊 我今天 在公司 身為是主管 我當然是要先了解 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總不能說 聽到一句被騷擾 幹你這麼揮出來 媽的 全部叫你打他 把他媽媽 人家 白手臉 幹媽 撞他屁眼 不是啊 是 我總是要 沒有啊 就這樣啊 然後就 被被騷擾 然後怎樣 所以 你說我沒有 我真的有在處理 可能處理的 不是你滿意的 不是你滿意的 那你也要把話講清楚 怎麼一句話就變得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們在處理 我們 一句話講成我們都沒有處理 那你怎麼會變這樣 變這樣說 這樣我就覺得不太對 真的就不太對 真的就不太對 所以我今天一直出來講的是 有些東西是 對 我照你講的東西來講 那我也幫你講 你說真的沒有 所以 你說沒有幫你處理 那個人我問他 對啦 他有沒有跟別人講說 有些事情 我也不想去知道 因為 我不想牽扯 那麼多人進來這些事情 為什麼 這都已經好幾年前的事情 好幾年前的事情 好幾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那你有可能是因為 當初因為這樣 而不滿意而離職 那我也講 我現在跟你講 你覺得我要怎麼處理 把他會員拿出來 毒打他一頓嗎 直接 判刑 把這個會員判刑 對不對 你自己講 你第一次 他摸你大腿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害怕 幹嘛幹嘛 你有反應 不是 沒真沒據 我能直接判定這個人實行嗎 不行 第二次又要拍下 你又說 噢 當初主管出來幫你處理 你就一直哭哭哭哭哭嘛 你就一直哭哭哭哭嘛 你也不把所有來龍的事情講清楚 那幫你處理的主管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幫你的主管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一來靠 我不是被騷擾 我怎樣怎樣怎樣 我怎樣怎樣 他也是一個女生 他也知道說這件事 要好好的處理 要不然這個等一下 我處理得好 就好 處理得不好 這個會讓整個會員都覺得說 所以你們現在教練講一句話 你就能否定我們會員做的事情是這樣嗎 就能這樣嗎 不是啊 我們要公平去處理這件事情 是 處理程序上 你網上報上 有一個程序在 但是我們去查後果 查到後來的結果 也都沒有什麼足夠的證據 注意說 他 對不對 騷擾你 那你也 你也不講嘛 哭啦 哭哪有鬧這些東西 看了監視器 看了監視器也覺得 上課都很正常啊 對 我當初覺得說 會不會是變態 會不會是因為 會不會是因為 就是 那種就是 找你家人上課 是想騷擾我幹嘛 沒有啊 上課也是 保持距離還是幹嘛 都很正常 然後問你 就一直哭啦 哭啦 哭得嘻花啦 我不管啊 就騷擾我嘛 我就這樣 我覺得 哭 對嘛 那就這樣 所以 騷擾事件 那你覺得我們沒有做嗎 我覺得 你也把人家LINE 對話這個東西用出來 那 我也開了這個直播 我相信那個人 幫你處理的主管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 他選擇沉默 有可能有他的道理 我不會把他挖出來 來講 把事情講清楚 那 對與錯 大家 自己知道就好 那 可能你們的覺得 你們覺得 我們的處理方式 就是一定要把他 就是 可能就是要直接把會員啊 壞掉啊 會員退出會集啊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那 有時候真的不是 沒有辦法這樣做 是因為有時候 所有東西是要照程序去走的 而並不是覺得說 喔 今天 你把 私人情緒 私人情緒帶上來 帶上來 而覺得公司沒有在幫你處理 那 你今天可以罵我 處理不好 但 當初 那個女主管有出來幫你處理 你在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對不起人家 真的對不起人家 好歹人家 講實在了 也 也沒有對不起你什麼吧 對不對 你總不能一句話否定 你還把人家的 賴直接這樣拿出來 所以 騷擾事件 就是這樣發生 你一直說要拿證據 拿什麼 我真的 講實在了啦 我為了你這件事情 如果為了這件事情 講得很清楚 我是不是要把當年 所有在職的教練 所有在職的主管 全部都叫回來 全部都來 直播來講說 事情來幹嘛幹嘛 你覺得有必要這樣做嗎 我個人認為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這麼多人的事情 這麼多人的事情 懂了嗎 而且 當初人家真的就是 有在幫你 處理 不是沒有 不要一句話否定 你 你當初也沒什麼 幫我處理啊 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那 對不起 就喊你被摸了 對不起 不是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好 再來 今天 會演變這麼多出事情 會演變出這麼多的事情 會吵了一個過年 吵了一個整一個怪過年 都在吵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對啦 你說你離職後 B小姐說她離職後 都沒有去說 我們怎樣 我們怎麼樣 說我們怎樣 我們怎麼樣 但這幾天陸續 有人也傳簡訊來 我今天發的這個 我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那 你說 吳老婆託吃你櫻桃 什麼 我個人認為這可能是玩笑 我個人認為可能是玩笑 櫻桃嘛 我個人認為是玩笑 所以我根本不在意那麼多 但 又兩三個人在講什麼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喔 櫻桃可能會賣得很好喔 喔 你說 吃櫻桃 不然你都罵我嘛 你不要牽著到我家人去嘛 你牽著到我家人去的時候 他媽我就跟你沒完沒了 就這麼簡單 你懂了嗎 你講我嘛 你剛剛說櫻桃我吃嘛 你說我吃幹嘛啦 欸 冰箱我家的啦 東西買大家都是出錢 我餓我不能吃 講的好像就是 喔你很委屈很幹嘛 對不對 你今天說你離職後 都沒有去講公司所有東西 做的事情 然後你一直覺得說 喔我老闆一直在直播針對你 我老闆直播先講你 你才趴了一邊教練文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你一直說我沒有要靠館長紅 我沒有要靠誰紅 你 接而三連續一直發那麼多的YouTube影片 那你是要賺點閱率嗎 還是要賺什麼 對不對 你今天都已經對我老闆提告 那你一直回覆一直回覆 那用意是哪 你真的不是要靠館長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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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再來澄清我了 立心提告了 小姐先生 你提告了 提告了嘛 你去法院嘛 法院自然會給你一個清白嘛 是不是 你說你都沒有在攻擊我們幹嘛 那為何那麼多人在說這些事情 我們老闆今天不會的在直播突然講 什麼什麼 他誰誰鎖 一定是有人在留言上面一直問嘛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最近跟誰鎖 那你 我 跟老闆 我們都有不好的 我們都有不好的 過去 這個事件也真的影響我們公司 更大的改變 所以 所以老闆不氣嘛 他聽到就覺得氣啊 當然是會撈騷個幾句嘛 撈騷個幾句啊當初怎樣怎樣怎樣 撈騷個幾句啊當初怎樣怎樣怎樣 這如果是你會不會 會嘛 那粉絲跑去 攻擊你是 我老闆不是真的不是啊 是粉絲來問嘛我老闆才會講嘛 不然你看這四個這麼多年了 你可以去看他 他講過所有的直播 有幾次提到你 有幾次提到你沒有啊 對不對先喝一口 有幾次提到你 沒有嘛一定都是下面留言 最近這個B小姐跟誰 跟怎樣在直播 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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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會去 提到你 提到你粉絲去攻擊你 然後你就 拍了一個YouTube的影片 然後說 當初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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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完才跟我說 我不是在講他們嗎 我看你下面的留言 每個人留言超屌的啊 真的超屌的啊 八加九啦 然後講話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什麼東西 又不是在講他為什麼要對他入座 還有一個跟我講我看到一個人生氣 阿管被打臉了 被打臉了 人家說他全部都是自己花錢去外面學的 都不是你們教的 你看吧阿管阿 他這樣我現在講完了 你他媽回去把你嘴巴打 他媽打到腫 媽打到比你屁股要腫 你現在知道了吧 不是不想講 留言每個人都會流嘛 那你今天 你今天不想管樂事 你可以在那邊看待說的事情嗎 你可以坐著等待所有事情的發生經過嘛 你在那邊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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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個人都在說 那沒證據都要誤蔑 誤蔑B小姐有的沒有的 那你現在講話你有證據嗎 你也沒證據 下面留言有證據嗎 你也沒證據嘛 你也是這邊說這邊回 這邊聽到這邊回 這邊聽到這邊回 我有看到一個離職教練 我真的不想講你 我真的不想講你 你 你也是離職教練 當初你在公司有對你多爛嗎 真的有不好嗎 對不對 你要這樣子 又把這個新聞PO出來 我相信他應該不會這樣做 是不是你也不要講 你也要去回想一下當初 你在此的時候公司對你很差嗎 對不對 一樣的意思 你今天可以處在中間點 去看這事情演變出什麼東西 而並不是PO個文然後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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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真的 對得起師父嗎 你對得起健哥 對得起這些人嗎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覺得說 我今天要講的總結 總結就是很簡單 你們今天出來的任何一個影片 你們都一直覺得說 公司很爛 公司都沒有教你什麼 你們被騷擾了 受委屈了 公司也沒有處理 可是你們在公司的這一年內 真的都只有 都只有不好了嗎 真的都只有不好了嗎 你講了很多國手 為什麼有的不願意出來幫你講話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因隨思緣嘛 對不對 我們今天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做 真的什麼都沒有做 那 他一定願意出來幫你講一句話 可是今天是這樣嗎 不是 真的不是 教我們一定都有教 多或少 可能你現在的成長 很多東西都是你自己去學的 你自己去做的 對 可是 你基礎的東西我們有教 不是都沒有 不是你講的好像什麼都 來到清潔打掃 你要講話你不要斷句 你這樣 你這樣 講話斷句人家會覺得說 你成績實在那麼爛喔 你成績實在 哇靠 叫人家清潔打掃什麼都不加 哇靠 哇靠 你的教練都是去外面自己學 自己花錢來學 才來公司教這樣 哇靠 你們館長講的說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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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一大堆噼裡趴這些東西啊 啊然後咧 對不對 不是啊是 你怎麼 你應該說 我當初有他們教 可能不太夠 那我自己又去外面學這些東西 我學這些東西 你這樣講 大家都還可以接受嘛 不是啊你斷句 我都外面學的啊 我的 格鬥學那個誰誰誰 我的 舉重 舉重人誰誰誰 我的 健力那個 鍋手誰誰誰 還進步了二三十公斤 誰誰誰 我那個健美 我當初有找兩個誰誰誰誰 他對我好關心 然後我好感謝他 然後怎樣怎樣 還送我麵包吃 還怎樣怎樣 不要鬧 真的不要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再不出來講話 那你們可能就一直在講 講講講講不完 是要講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我不敢說我們真的 教你們很多 你現在的所有 我不敢說全部都是我們家的 我不敢說這些東西都是 我不敢說這些東西都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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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眼淚一直一直被擠出來 哼 今天晚上下午還去看醫生 所以 晚上睡一下 然後又開車回來 哼 哼 所以 為什麼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你最沒有資格出來講 任何一句話 你今天一出來講 我就要出來講 對不對 二對二公平吧 二對二公平吧 我吃檳榔喔 我上班沒有吃啦 是因為真的開車 我都要開遠途 我真的不吃 受不了 所以我都放假才有吃啦 那剛才一回來就趕快衝直播 我總不能再去刷牙 然後頭髮梳一梳 然後墊一墊 燙一燙洗個臉 胡子乖乖再直播吧 我已經拖了很久了 很多人來問說 啊 你還不 還不 還不直播啊 我還睡覺了 我不是不直播 是因為真的家裡找不到 安靜的地方可以直播啊 真的 我來不家裡 真的就是很簡單 不是這樣子啊 懂了嗎 我真的是 剩田中央美 我田中央直播在怕死喔 我打燈 你臉白髒髒的 嘴巴紅色的 好像流過了 你幹什麼 所以 今天的直播總結 就在這裡 那 信不信由各位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再去辯論任何東西 那 我今天講完了 你要不要再去用直播講出更多東西 我也無所謂 我們前前後後離職教練那麼多 前前後後教練離職那麼多 那 真的只有你受這麼多的委屈嗎 這真的只有你這樣子嗎 這真的只有你這樣子嗎 不是啊 不是這樣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嘛 所有東西 合約上 資本簽得很清楚嘛 對阿 當初你可能不願意簽啦 然後因為我也簽了嘛 我等一下講完 你又要講講 不是因為當初挺你齁 我也不想去簽任何資料 我也不想去簽幹嘛 有的沒有的 但 我今天沒有棍子拿著 刀壓著你說 你把它簽幹嘛 那簽下去 真的對你不好嘛 你也是有領到錢 我有讓你不領到錢嗎 不過讓你 讓你過得不好嗎 沒有 真的都沒有 如果我今天 叫你把這張合約簽下去 因為因此 也簽下去 少了好幾萬塊 因為簽下去 多做了好幾個小時 因為簽下去 怎樣怎樣怎樣 真的 是嗎 不是啊 對不對 你當初 你在職的時候 A先生你在職的時候 真的 有多少人都挺你 我講的還挺你 有多少人都挺你 從新莊主管到現在 很多人 還在的時候 當然還是挺你 大家還是挺你 你講的這句話 除了你打臉 不是只有打館長 你打到我打算了 我就打到我就算了 你針對我打到就算了 你打的是現在 還有在職的很多主管 新莊店長 副店長 然後 三重店長 副店長 你一句話打臉 打到這麼多人 我今天不出來講這句話 你覺得你對得起我 你覺得對這些人嗎 所以我說 你講話真的 你不要出來講 我覺得我還不會想要開這個直播 你B小姐要講 你到底要怎麼笑你去笑你 從第一次那一天 我就不想理你這個人 我直接把你忍住封鎖 A先生我還留意 就是覺得 反正你這個人出去 那還是可行 那還是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還是覺得 但是你今天出來 開這個直播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不太行 我受不了 我相信我今天開這個直播 我管裡面的所有主管 當初還跟你有在職的人 大家都同意我現在講的話 我真的沒有一句 我沒有一句謊言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可能很多事情 讓你覺得不舒服事故 我要跟你講清楚 我是公司的主管 我今天到公司我總還不能 三重短已經開了 要開始成長 要開始變化了 很多東西要開始進步了 我總不能還是一直在 留在原地吧 那 能今天到這樣嗎 你說我們今天公司真的不好嗎 今天公司真的不好 陳吉思安早就不在了 懂了嗎 今天公司真的像你們講的 爛得要死 被騷擾也沒辦法幫你處理 被幹嘛也沒辦法處理 被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教你什麼東西的話 請問陳吉思安現在還會 還會在嗎 我早就已經改名了吧 早就已經改名 不知道什麼什麼漢了吧 對不對 公司已經進步到現在 你看我把各大專項 我再講啦 上次應許比賽你也來看嘛 A先生你也有來嘛 對嘛 那你自己看就知道 我們成長了多少 我們進步了多少 所以我說所有東西都是需要大家的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 一起把這東西改得很好 我常講嘛 從從 從 從 三種館開始開啦 就是 很多就是說 你們承南 然後批爬 有的沒有什麼東西 有的沒有什麼東西 很爛很爛 我還不是活到現在 我成家到現在還不是在 我現在中立館要開了耶 所以你說 真的不好嗎 真的有好到人家覺得說 不好到人家覺得說 我還能一直開店 公司還能一直開店嘛 對不對 制度也一直在改 那所有東西 小監管有小監管的制度 那 大監管上去 變成有大監管的制度 很多東西都需要去改變 需要去成長 這都是過渡期 這真的都是過渡期 那 你不能接受你講句話嘛 可能我突然一開始好對你們冷淡 這個我遇到很多 我以前請了很多教練嘛 然後一開始對他們很好 然後突然公司一改變變冷淡的時候 我要離職 沒有 我要離職 那我也知道原因為什麼 這很明顯嘛 每個人是想要輔 是想要爽 不懂得吃苦 不懂得吃苦 那 有些東西 你不跟著一起成長的時候 你今天 你今天換了一個職位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樣留在最低的原地 那你留在最低原地為什麼 人家都在進步 你在低 那你只能幹嘛 你只能被淘汰 你只能被淘汰 懂了吧 所以 你只說 怎樣怎樣很不好 我就跟你講句話嘛 如果今天真的很不好 真的都把你像你講的這樣子的話 那公司今天 不會 已經改名了 也不會開那麼多間 也不會每一次應徵都那麼多人 以前 我們是一直應徵人 能吸收就吸收 我們現在在選人 你搞清楚狀況 我們現在應徵在選人 選人你懂嗎 先以有經驗的進來 先以你會講話 會做事 你有在運動先進來 你懂了嗎 到清潔打掃 到現在還是在掃 真的沒有換過 也沒有 也沒有請別人來 來打掃 為何 因為 老闆對 運動也要要求嘛 所以他要求嘛 你私教賣100堂 上課上100堂 那 今天如果公司有大小月的時候 那大家是不是努力一點往上走 所以 我知道直播裡面有很多教練嘛 你們看 你賣100堂上100堂很困難嘛 你也說 你兩點到來幾點回家 當教練齁 當教練齁 你薪水要高 要用什麼來換 你薪水要高 要用什麼來換 用你的時間來換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上課 才有錢賺 你是上課 才有錢賺 你沒上課有錢嗎 沒有啊 對不對 你像我們當主管 我不用上課 我沒有薪水可以領 有 我必須把下面的人 的業績全部拉起來 公司的業績達到 我才能抽這些錢 所以我也不是坐在那邊 騎腳練水手就要命 我就要不斷去看 噢 世界要出了什麼問題 人為什麼沒有 世界要為什麼落後了什麼 還是要去關心插發 領到這麼高的薪水 所以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一直覺得說 噢 真的很爛很爛很爛 我覺得我講實在的 我那邊還有一個半罐 你拿半罐幫我套就好 你覺得說東西很爛很爛很爛 這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 好好思考一下 你從進來的公司 你們當初應徵 你們那一梯只有兩個人 你們那一梯只有兩個人 對 另外一個人走了嘛 換你嘛 那你有提升起來 這麼多年來 真的 有虧待過你任何什麼東西嗎 真的有說 噢啊 凹你嗎 或是幹嘛 真的沒有 你的格鬥打得不行 我們是一再 能牽再牽 能 幫你留幫你留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一步步到了現在 你今天出來講話 我就覺得 真的 你就是最不應該出來講這句話的人 你就是最不應該 來用這些東西的人 來講這句話的人 你讓你的逼小姐去瘋嘛 你是不是應該在旁邊 是不是應該在旁邊跟他說 你都提告了 那也不用再講 而不是 噢你也要出來開 出來開我就開嘛 你開我就開嘛 我不是用Youtube 我不是用Youtube啦 我不會用那啦 就是這麼簡單 我用直播的話 你直播可以讓他分享嘛 所以 總結嘛 公司今天能進步到這樣子 真的 托你的福 托你的福 真的托你的福 能把這個東西用成這樣子 托你的福 後續的很多勵志教練 我到現在有辦法這麼冷靜的 做很多事情 其實很簡單 我只要一個人要離職 我捨不得的時候 我就想到你 這個這樣要離職的 我捨不得 我就想到你 那我就捨得了 快走 滾 好,拜拜 有空再來喔 好,拜拜 你可以去問我很多例 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 他怎麼這樣 不過在的時候 在的時候 你怎麼 對我這麼好 要不在 我要走了 你怎麼 都不 都不關心一下 我要關心什麼 我是要關心什麼 好 我當初 還要這樣 我要關心什麼 所以現在有個離職教練很簡單 要走 喔 什麼事喔 喔 好,再見 簽名 我馬上簽耶 我每次那個 下面的主管拿離職單來給我簽 我媽 下手最快 我說 你怎麼都不用看 我看什麼 就離職我要看什麼 趕快滾嘛 我要看什麼 不用看啊 不是 我都想到 我還老結 我待會齁 呃,當初 你還要記憶 你真 看一眼我講出他的名字 幹 還好 幹 A先生 好 當初 我記取教訓 我記取教訓 懂了嗎?就這樣 那 就是這樣 總結 今天 如果真的像你們講的 齁 真的像你們講的 公司真的這麼差勁的話 公司這麼得不好的話 我們不會存在到這裡 不會存在到現在 所以 我後來 也一直在改變所有的公司 我也跟師傅講一句話 我說 師傅真的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理他們了 真的沒有那個職等 真的就沒有假待 他們要炒就讓他們去炒嘛 對不對 你一直說 他們去外面都沒有講我們什麼什麼什麼 都沒有講我們什麼什麼嗎 有沒有講你們自己心知肚明 齁 有沒有講 大家陸陸續續的 一直在傳選情在講說 你們當初有嗎 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也都不想去理會 我也都不想去理會 為何 因為我覺得 就這樣吧 齁 我就跟你講一個 我講一個更扯的東西 是我上次去 我上次去參加一個 健身房的 那個 那個 算是 反正他們就是 每年都會聚會嘛 我就去參加 突然一個 老選手 問我說 喔 當初你的A先生 在你那邊是不是 做得怎麼樣嗎 我當下傻眼了 我心裡想說 哇靠你也 怎麼會 突然問我這個東西 我就問他說 是 是有人跟你講什麼嗎 他說 對啦 我是有聽說一些事情 阿 怎麼 怎麼感覺 他講的跟你 跟你做人的方式 又不太同 我說 阿 就這樣嘛 當初 為何會離職嗎 就因為這樣嘛 他說 喔原來 他怎麼變這樣子 你看吧 那有沒有講 有沒有講 A先生有沒有講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真的大家心知肚明 我也不想去講 反正你們現在直播 你們的YouTube在講嘛 你永遠都抓著老闆的尾巴在 就只有在 你怎麼不把所有事情 辛苦全部講清楚 你怎麼不講說 你今天在成績實驗的時候 當初你進來 有對你多不好 真的有對你什麼都沒有 沒有 對你真的 真的 一分不保留 我到現在 我一直繼續這個教訓 是因為我覺得 我只要看到這些事情 我包含到現在 我跟我下面的主館開會 我一直罵 我說大罵的 你們吃根還吃不夠啊 我超你罵的 我當初吃根吃到他罵的 小碗根變大碗根 大碗根 大碗根變臉盆根了 你知道嗎 我說你們還學不會 我就教你怎麼做 怎麼做嘛 不需要留嘛 真的想要講留什麼 我就沒辦法留嘛 留什麼 為何今天那罵的 突然如果一句話說 我不做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對嘛 所以 對我的學生也是很冷淡 我講話就是這樣 你們 能接受接受 我沒辦法 因為真的 怕 真的怕 那個陰影真的是 因為 那時候新莊館 也是我剛 跨健身產業沒多久 然後 就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哇靠 我怎麼 怎麼會這樣子 懂了嗎 那 我一直不怪你的意思 是我覺得 我自己也有責任嘛 因為我自己願意這樣做嘛 你也一定會覺得說 我也沒有叫你這樣做啊 你是你自己願意這樣做啊 好 我自願嘛 我自願都我自願 對不對 好 什麼都我自願 好 對不對 那你今天他媽的 如果不覺得這個是好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所以 不要再去講 任何事情 開熱直播 總結 總結囉 不要再去講 任何東西 有的沒有的 你今天對公司 對老闆提告了 那就等法院給你一個清白 你一直在講 有的沒有的 騷擾事件會跟你講 真的沒有人幫你處理 你要不要去問當初 幫你處理的那個人 你懂了嗎 你這樣講 你對那個人交代的過去嗎 不要說我們就好 再來是 你當初在職的時候 有多少主管 挺你 多少主管 覺得你也可以 幫助你到現在 你的一句話 打醒了這些人 懂了嗎 真的打醒了這些人 那你覺得這樣是對嗎 所以 我覺得 我今天站不出來講話 我真的對不起 現在還在職的這些主管 真的還在職的這些主管 對不對 很多人啊 你不要再開直播 你不要講 就讓他去 連我大師兄給我打電話給我說 大師兄 你不要 你不要職人 你開個直播 你開個直播 他們帶他還會 他們帶他 你剩下 他洗版面 我跟我大師兄說 我說 我今天再不出來講話 我今天要出來講話 第一次 我要顧到我陳吉桑 整個營運部 整個教練部也好 業務部也好 這個東西傷害真的很大 我今天不出來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對教練人交代 我沒有辦法對老闆交代 這兩個當初是我提拔了 好我提拔 我一定要出來講 對私營我樂 我沒有辦法負起很大的責任 但我今天出來講一句公道話可以了吧 我今天講公道話可以了吧 我好歹他媽也是公司的經理 營運到現在 所有東西一直在改變改變改變 以前這些東西 對不對 在變嘛 我現在已經成長了 如果我必須出來講話 不是像他講的這樣子 因為影響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會不會影響整個人家對教練的 會不會人家來認真的時候 覺得說 你怎麼會像A小姐B小姐講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不是吧 所以我必須要講清楚 所以我跟我大雄說 我一定要出來講 我真的一定要出來講 阿就這樣吧 阿就這樣 所以 到真的到這裡結束 你再出來講 我也不會再講任何解釋 我也不想再去解釋任何什麼東西 齁 那 是不是 對不對 我的 昨天晚上 昨天算下午 中午留言的 上面很多人以前都是跟我一起相處過的 那有一些以前也是我們的 員工 櫃台 他們也知道我當初跟這兩個人有多好 對這兩個人有多好 上面他們自己都寫得很清楚 那你們自己去看 所以我不需要再解釋什麼 如果我今天真的做得很不好 我的一個留言下面不會有那麼多 而且 有些是平常他媽我發文 你也不會來留言的人 既然會來留言 我也覺得哇靠 讚 所以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阿 你今天在外有沒有講 我們公司任何的東西 你自己心裡有數 心知肚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理智教練也在健康嘛 也有跟你同在一起的嘛 A小姐 B小姐都有嘛 也到同間公司的嘛 那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你再出來講 你就慢慢講 我也不會再理你了 我真的也不會再理你 我也不會再開直播 再來講這些事情 真是我覺得這個直播開起來 我覺得好丟臉 可是我一定要這樣講 為什麼 我一定要替我們澄清 讓整個人澄清 你懂了嗎 我覺得不澄清 我覺得哇靠 你下面留言講的 哇靠 嗶啪對這些東西 我覺得哇靠 你真的是有事嗎 對不對 你們也不了解所有 你們不了解所有事情經過嘛 你每次在那邊看他講完 你看吧 阿管阿這樣這樣 阿你看吧 阿你們那邊在說 喔管粉怎樣怎樣怎樣 阿你有什麼不一樣 你真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一樣 當然嘛 這點點嘛 看這個魚要這樣演嘛 你就不要吵他 對不對 阿 你講我們的嘛 你一樣一樣講你的 然後兩邊在那邊 粉絲在那邊互相罵 你們兩個白癡 要不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 到這裡結束了 因為 講實在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沒有什麼好講 該講我都講 那 該面對我也面對 所以我覺得事情真的就是告一段落 那你們繼續要講 那你們繼續封吧 你們要封多久繼續封吧 你們要賺點閱率去賺吧 好不好 那我只能講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教練 真的很有實力的教練 你們真的會想要哄 那你們應該是用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方式 來去 教導人家 然後 放在Youtube讓人家覺得 喔喔喔喔 喔阿 對你們教得好好 那我進步 這才是你們要做的東西 而不是 把你們 好好辛辛苦苦經經的Youtube拿到這 然後我再講一個 比較實際的 B小姐 沒有一個 健身教練 會 把自己穿成這樣來拍個影片 拍個照片 拍個什麼東西 我個人認為 我不是歧視 雖然我賭攬你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 我就講這句話 我要講的是 麻煩 在這個業界 有很多健身女教練 你好歹也要把女教練形象用好一點 而並不是這樣子 對那是你的風格 我管不著 但是我要替這些 女教練也好 男教練也好講 不要讓人家覺得教練搞得好像 就是 在 那個 A有沒有 跟B有沒有 那個那個 那個東西阿 就 分開講應該沒事吧 懂了嗎 就像那個A嘛 跟那個B合起來 那個 的那個什麼 庸嘛對不對 不是阿 教練嘛 你要喔 訓練 不是穿到這樣 這樣 又這樣 好吧 那是你的自由 那我也 我也不想再 多說什麼 那直播 就到這裡結束 好不好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也感謝各位 等了這麼久 就等了這個東西 齁 那 真的往後 要再怎麼 他們要再怎麼講 幹嘛 我個人認為啦 你們也不要再去留言了 也不要再去幹嘛 不要去幹嘛 因為真的 就這樣吧 因為他們只是想 可能吸引你們過去 然後 按點閱嘛 因為我記得 YouTube 好像點閱 多少多少 有錢可以賺 有什麼可以賺嘛 就這樣子嘛 就 就這樣吧 好不好 那事實是如何 那我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的話 不可能會活到現在 而且也不可能 那麼多人持續一直來應徵 懂了嗎 懂了嗎 真心政治會越來越好 場地會越來越好 培訓東西會越來越好 制度會越來越好 每個都越來越好 齁 所以 最後一句話 還是那一句話 做人啊 真的要懂得 飲水思緣 莫忘初衷 懂了吧 你今天有辦法這樣的成就 真的不是你一個人 就有辦法變這樣子 你的後面一定很多人 很多人在幫忙幫忙的你 你才有辦法到這個職位 那 你到這個職位 你不做 那你一出去 就覺得 喔這裡不好 這裡不好 你有沒有去想過 當初你進來是什麼東西 你變成這樣 你變成這樣子 要去想 懂了嗎 真的 我 我不會去罵你 不是幹嘛啦 我覺得罵沒有用嘛 就這麼簡單了嘛 好不好 真的很晚了 四點了 等一下不要去休息 那 往後真的 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去留言 不要再去幹嘛 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子吧 我真的不想讓我的老闆 這麼辛苦 好不好 所以我拜託各位 你就不要再去留言了 粉絲要去留言 不要再去攻擊他 就讓這事情嘛 反正他就提告了嘛 那我們就法院見嘛 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讓我老闆這麼累 他很多事情要做 他每天幾乎都沒睡覺 放假也都沒放假 然後這樣 還為了這些事情 再講這些事情 所以我 我那天出山才跟他說 老闆你不要再 真的不要再這樣 我跟他說對不起 是我的時候 我也跟他說對不起 你不要再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 傷身體 所以我覺得 哪知道 幹 你一波一波的來 我覺得 你真的是屌 好不好 真的 所以粉絲也覺得 也不要再去留言 真的啦 而且要保護自己 因為你們現在去那邊留言幹嘛 他都會幫你截圖 然後就 我真的不希望發生這些事情 沒有什麼 好告啦 告不贏 你懂了嗎 所以 就結束吧 好不好 各位早點休息 反正明天 因為今天還有最後一個假期嘛 所以 多休息啊 真的要多休息 禮拜一開始要打仗了 好不好 再來我們眾力館 慢慢也在用了 所以 慢慢大家多支持啊 真的多支持 場地會越用越好 氣潮會越用越好 什麼東西都要越來越好的 咳咳 不會因為這些人講這些話 咳咳 我們就會變得 很不好 或是幹嘛 但 事實就是這樣子 齁 好吧 各位 就再見了 好不好 大家早點睡覺了 那 事情都講清楚了 就這麼簡單 那往後再看他怎麼解釋 我也不會再出來做任何解釋了 好不好 你也不用再說 你要不要吹解釋啊 你要幹嘛幹嘛 沒有解釋 不用解釋 你要我解釋可以啊 你來當面 我解釋給你聽 你來坐著 買個啤酒過來 我當面坐著給你解釋 你不會好啊 就直接給你講 你聽得懂 齁 再見了 大家晚安 齁 晚安了齁 會不會再看我 為你試試看 沒有解釋 我不會再看我 你睡覺